今天给大家讲点关于男性非常随密的问题 你做过保皮手术吗 其实这个问题不需要太避讳 毕竟现实中都存在一些问题 过程啊 改治就得治 正常我了解了一下 做这个保皮手术 价格有在几百块钱 稍微大一点的预案 贵的话也就两三千块钱 但是有位大哥狠了 做这个手术花了一万多 而且还遭了不少罪 故事啊 要从 这故事啊 要从大哥在交通港等红绿当人开始 交通港等红绿当人 然后又为了给我塞进了一个大户机 大户机上写的就是这家男客学的广告 说做保皮手术免费 然后我结合自身条件 我就去了 正所谓有便宜不占 非好汉 免费做手术 那不做白不做 大哥到了医院之后啊 这手术啥的一切都很顺利 可当他手术玩事 被推进病房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他那个医院的护士穿的是白色的半透明的小插裙 然后里面穿的比基尼而且一个个长的老票子 就像KTV批判的小妹妹子 大家想象一下啊 就是当你被推进病房之后 发现啊 旁边的小护士长的都老漂亮了 身材都老好了 而且都是穿的小纱裙 里边是小比基尼 换谁谁能受了啊 结果这大哥呀 结果这第二次做手术啊 就收费了 咔嚓花了一万多 你说让他气眼目 估计啊 当时这位大哥呀 也懵犬了 因为这第一次手术 也那的确是免费给你做了 那馅崩开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可是回头仔细想想 反过来味儿了 自己呀是被骗了 我怎么想怎么追劲 为什么你们 把那个病房里 配的小护士穿的 那么性感 而且那么漂亮 你看我们刚做完手术的 怎么办 所以说呀 大家呀 做手术干什么呢 千万别太小便宜 一定要去正轨的医院去做 现在呀 有些地方这套路太深了 你把持不住